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《真心魔鏡》 從前有一個國王 他好看美又好喜歡照鏡 但是他這份人又好孤寒 有一天他去森林到野餐 看到一位老伯伯愁眉苦臉地坐在一旁 國王就去問一下那個老伯 老伯老伯 你為什麼不開心 那個老伯就說 國王國王 我三天都沒吃過東西了 你可不可以睡一小塊麵包給我 國王就說 不行不行 這一大袋食物全部都是我的午餐 不可以睡給任何人 老伯就幼幼瘦瘦地走了 只是留下了一塊鏡 國王好奇之下就收起了一塊鏡 國王就說 難道這一塊是全市中的摩鏡 摩鏡摩鏡 這個世界哪個最美 竟然他見到自己變得好醜樣 又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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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生了又生了又生了 突然間那個老伯又出現了 那老伯就說 國王國王 你有所不知 這一塊是真心摩鏡 它會照上你的內心 如果你是心底善良 又願意和人分享 照出來的樣子就英俊瀟灑 相反就變得好醜樣的 國王明白了 突然間有個小匆匆忙忙地走過來 就說 國王國王閉嘴火了 我們國家發聲飢荒 好多人沒有食物 怎麼辦 國王想一會就說 好 我把所有食物分散給人 蘿蔔聽完之後 就送了一塊鏡給國王 國王再照一塊鏡 再說 摩鏡摩鏡 這個世界哪個最美 果然他見到自己英俊瀟灑的樣子 從此之後 這個國家的人 就好喜歡這個國王 他們就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了 多謝